那麼我們今天的話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呢 就是您現在看到的這個叫做虛擬攝影盆 還有一個是字幕編輯 字幕編輯 那這兩個其實呢 其實老實講都可以獨立使用 也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以我現在自己的使用狀況來說 我就是把它合在一起用 那麼 待會我會給老師們 跟同學們稍微看一下 就是我使用的方式 那在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我們今天會用到的雲端服務和軟體 您可以從這邊 把我的Google文件打開 好 那您進來了之後 我們今天會用到的所有的 資料呢 我都通通擺在這邊 我都擺在這邊 所以 您 從簡報進去也可以 或者是 您從這邊 就 整個都看到也OK 那有一個軟體 您可以先下載 一個是 的 這個 舊版 它有一個舊版的軟體 然後呢 再來就是 Vru 這個 它也有一個Windows的版本 它也有Windows的版本 所以這兩個部分呢 您可以先下載 好不好 我們等大家一下 您先把檔案先下載下來 現在大家都 裝完了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好不好 來看一下我們到底今天 這兩個 到底要玩什麼 首先第一個 嗯哼 這樣會念的嗎 嗯哼 就這樣 多麼容易 有沒有 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裝的第一個軟體 嗯哼 你有沒有感覺到過去兩年多 各位常常在線上上課嗎 對不對 那你有感受到 老師都沒有像我這樣 這麼親近各位對不對 哈哈哈哈 因為他們都乖乖的坐在這裡 那我是可以 移來移去的嘛 那重點其實是說 因為其實說真的 疫情之下大家的視訊會軟體 也沒感覺到 基本上 長的都一樣 所以就是會覺得比較無趣啦 用剛開始也許覺得還蠻新鮮的 可是又一段時間就覺得怎麼都長這樣 那我們 今天跟各位介紹的這個 嗯哼呢 它有兩種版本 好兩種版本 那在這裡 我都有一個教學文章 那裡面也都有教學影片 所以其實今天來上課只是老師補充說明而已 所以 在這邊呢 你看 它有教師跟學生版都可以免費使用進階的一年 但是即使你沒有 那 也可以用 就是一般的免費帳號其實也可以用 只是它有發布 這個 就是 影片數量的限制而已 好那個 就是每個月它會有一個上限這樣 但是呢 這個對我們來說其實 蠻有幫助的 那如果你 點到這個連結 它就會打開我的教學文章 這是第一個 跟大家介紹我們 代表會用的一個工具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 是來自韓國的 各位 追劇 看明星 唱歌你都很會韓國的對不對 但是軟體有沒有感覺到你比較少用韓國貨 哈哈哈哈 這個Beru 我今天都找那個 很奇怪發音的 有沒有 它叫Beru 它是 第一款以語音為主 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 老師跟同學 您 在上 就是說看影片的時候 有沒有字幕對你有沒有影響 好像有影響對不對 對如果以上課的教材呢 來講的話 有字幕 是不是稍微 有些時候分心的 沒聽清楚 還可以看字幕一下 好所以呢 如果你的影片 想要加上字幕 你覺得有沒有有點麻煩 像我常常要錄教學影片 所以如果我的內容 都要用字幕的話 其實 我們用標準的影片剪接軟體 真的要花很久的時間 但是呢 我們的Beru 它很好玩 它是以口述語音為主的 那讓你編輯影片的時候 就像用文書處理 還有像簡報一樣 這樣你有沒有感受到 它真的會蠻親民的 雖然我還沒有正式開始用 好所以 這個是我們今天兩個 主要的一個主軸 好那後面的部分呢 可能就看 我們的 上課 的進度 因為現在 這個 各位 你們電腦 現在用的作為系統是Windows 10 還是Windows 11 你們自己的 還是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你只知道我有電腦而已 哈哈哈哈 這樣不行喔 其實你可以從一個很 一個地方就很明顯看到 你看哪裏 看下面 如果你的下面這個選單 是靠左邊對齊的 那恭喜你 你就是Windows 10以前的版本 如果是Windows 11以後 它跟 蘋果電腦 看齊了 我們這個選單會放在 畫面的正中間 這樣了解嗎 好所以你可以回家觀察一下 好不好 好 那 如果你已經升級到Windows 11 恭喜你 你已經有了 語音輸入法 各位 你們那個什麼 在手機上有沒有用過語音輸入 一定有嘛 對不對 但是現在這個部分 也直接帶到你的電腦裡面 也就是說 你只要任何可以打字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像我下面這個輸入法一樣 打開來就直接輸入 用語音輸入 就不像你可能在手機上輸完 要複製然後貼到 你的那個 報告裡面去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我希望待會我們有時間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至於後面這個 即時語音字幕 就好像我們現在上課 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影片裡面有 字幕是比較方便 但是如果我上課的時候 同步就有 你會不會比較感動一點 等一下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看 這個功能也蠻好用的 好 那這個 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 會用到的 這些 內容 那麼 現在呢 我就 請大家你可以先打開 我們這個 教學文件 好吧 在簡報第2頁的 嗯哼 這個 來我把畫面還給您 我把畫面還給您 在那裡 我把畫面還給您 谢谢观看